歡迎大家又回到King Sir接觸的時間 這幾個星期都是接一些比較簡單的摺紙 今次這個就像是小朋友的玩具 一個眼鏡 一個太陽眼鏡之類的 因為看不透明 這個又是非常簡單的 今天我們接下來接 首先我們要一張長方形的紙 今次不是正方形的紙 長度是1比2 其實就是半張紙 半張的正方形紙 我們首先是戒紙 好了 將紙對接 摺得好好的其實戒紙就會比較容易 好了 將戒刀伸長一點 接著 按平它的戒刀櫈面 慢慢移過去 這樣就會戒得比較漂亮 當然小朋友不要用戒刀 長方形紙 長方形紙 我們就將它反轉 白色向上 我們兩個角落頭 摺上去 又是位置對得好一些 側面這條線 側面這條線 對上去最頂的線 好了 現在是一個三角形 這邊是這樣做的 接著我們這片側面這條線 就對上去 上面這條線 接著 按實張紙 否則紙 摺了之後又會移開 打開 這邊也一樣 這條線摺到頂的線 接著 接著這兩條線之後 我們這次就一起把它摺上來 一起把它摺上來 中間那個自然就會穀起 這樣子 好了 這樣做一次 兩邊斜線一起摺上來 中間那個就會穀起了 我們把它摺到其中一邊 摺到其中一邊 現在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會發覺 裡面有一塊紙 我們可以抽出來 我們把兩塊紙都抽出來 這樣抽出來 這一邊也是 把它 小心點 抽出來 然後把它摺到原本的形狀 好了 好了 現在是這樣的形狀 然後我們把中間的東西 摺一摺過來 摺一摺過來 即是兩邊都有 然後我們看著中間的線 這條線密籠這邊 摺到中間 我們先拿一個摺痕 現在是這樣的 打開它 然後就把這個袋子 抹開 用回剛才可以摺 現在就這樣 這樣 好了 然後我們就把上面這一部分整個摺去下底 再看一次大部份一些的 這樣把這一部分整個摺去下底 然後我們就把其中一塊從中間那裡揭起 接到這個位置 注意這個揭起不要去到最盡 不要去到頂不要去到最盡 是中間接到頂上去到少少 這個自己預料 但是當然兩邊都要一樣 這個角落後就要在盡 但頂角角落後就不要到盡 要在少少的 兩邊都要摺到兩邊都一樣 這裡摺多一次 你摺了第一個之後第二個就容易去跟 中間這個位置就拿落一點點 兩邊都要同樣 但是角落頭這裡有角落頭 這個位置有角落頭 你就拿到盡 現在是一個這樣的形狀 然後我們就接尖 這一邊是作為眼鏡的鼻 接尖這個位置 大概是這樣 接上來 然後我們就把這一邊拉過來 盡量把這個摺到剛剛好這個位置 然後同一時間就把旁邊的臂摺上來 接尖它 現在是這樣 這邊再做一次 又是這個位置摺過來這裡 同一時間就把旁邊的臂摺它 具體來說是這樣拉過來 旁邊這個就會拉起來 這樣 好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做一件事就是把這個角落頭 這個角落頭摺一摺角 這個純粹是眼鏡的形狀 這樣 很簡單 這個摺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也是 盡量做到兩邊對稱 不然就會不同樣 現在是這樣 好 然後我們就反倒一倒轉 轉過來 這個角落頭摺到中間位 摺到中間位 這樣 全部都是很簡單的摺法 然後這條線摺到這個位置 最頂這條線摺到這個位置 這個雖然說用半張紫摺 和一條簡單摺紙 去到這裏都有點厚 用薄一點的紫摺 可能會好一點 現在這樣 然後最頂這條線再對摺一次 就讓它比較幼一點 那個框 好了 好了 可能你和小朋友玩的時候 摺眼鏡給它戴一下 這樣 基本上現在反轉 這邊就是眼鏡的正面 我們都知道 眼鏡的鼻是要摺到後面 都厚一點 好了 這邊也是 好了 好了 這個叫做眼鏡 這個眼鏡就摺好了 如果你摺大隻一點 真的可以給小朋友戴 可能這個尺寸應該 有些小小的小朋友都應該戴到 今天就摺了個很簡單的環議 我想很多人都摺到了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